春天到了 又是赏鹰的季节 阿里山地区樱花盛开 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日前在竹崎香石桌英之道 举行春荫夜活动 樱花步道两旁点着灯 气氛相当浪漫 游客除了可以穿和服赏鹰 还能体验特色茶席 一起去看看 朵朵本的樱花在树枝绽放随风摇曳 走在樱花步道下相当浪漫 晚上六点步道两旁会亮灯 在灯光衬托下伴随着云雾生来 粉红色的樱花若隐若现 如梦似坏别有一番风情 这边除了樱花漂亮以外 有它的步道更棒 整个芬朵金整个森林的造景 整个都很漂亮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来这边 此一游很值回票价 樱花很漂亮 值得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这边的樱花超美的 这边如果晚上看的话 有打灯打去应该会特别漂亮 每年二月中下旬 十桌樱花进入盛开期 由嘉义县长翁庄良 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长洪维新 和主席乡长曾亮哲等人点灯 宣布春樱夜季节开跑 游客在樱花步道下 听音乐品茶香 还可以穿上日式和服拍照打卡 感受身处日本赏鹰般的热闹气氛 三月份整个阿里山的花季 那包括在水利太河那都有很多漂亮的樱花在等着大家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三月份 那大家要休假 在全台湾最佳的首选绝对是嘉义 最近天气虚冷加上又有寒流来袭 预计花期可以再持续一周至十天 明周不妨趁着周末假期上升赏鹰 享受一场粉色的樱花视觉饗宴